江乐星 意大利简史 演播秋雨和堂 第五章 文艺复兴与近代意大利 率先发现美洲的意大利人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的思想解放 探索精神成了当时人们的主流 促使人们开始积极地探索世界 因此在文艺复兴之后 欧洲人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整个世界的探索 发现了新大陆 并将相对独立的各大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新航路开辟的原因 早在13世纪 意大利的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到访中国 他的朋友鲁斯蒂谦将其建文编著成了马可波罗游记 这本游记将东方描述成了黄金遍地的富饶之土 唤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 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用于铸造货币的黄金的需求量迅速上升 贵族们需要用黄金购买更多东方的奢侈品 比方说丝绸 香料 瓷器 珠宝等等 商人们和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黄金来积累资本 但是 当时奥斯曼帝国控制了欧洲和亚洲的路上的贸易之路 欧洲人不得不寻找新的通往东方的海上之路 欧洲人对基督教虔诚信仰 他们非常热衷于将基督教传播到更多更远的地方 尤其是神秘富饶的东方世界 这也是促使新航路开辟的动因之一 当时 欧洲的造船技术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水平 中国的指南针传入之后 为欧洲人的远洋航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随着地理科学的发展 地缘学说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早期的航海地图也开始出现 虽然在今天看来 当时的航海图还有许多谬误的地方 但相对于当时的科技条件和航海技术而言 还是为其提供了相当的便利 这些就是促使欧洲人开始这次伟大冒险活动的原因了 在当时新航路探索的大背景下 意大利人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之下 带着三艘帆船 八十余名船员和西班牙国王送给中国皇帝和印度君主的国书出发了 哥伦布坚信地球是圆形的说法 因此认为一支向西航行一定能够到达东方 他带领着船队在茫茫的大西洋艰难的航行了三十多天 正当船员们满心抱怨的时候 一块陆地终于在望远镜当中出现了 船员们满心欢喜地靠岸登陆 哥伦布在这里插上了西班牙国旗 宣布占领这里 并将其命名为圣萨尔瓦多岛 也就是现在巴哈马群岛的一部分 意思是上帝的救赎 这便是哥伦布发现的第一块美洲大陆 之后他们在古巴登陆 但哥伦布认为自己到达的就是亚洲大陆 他们发现了一些新的岛屿 哥伦布认为这是印度附近的岛屿 于是将其命名为印度群岛 并称这里的人为印第安人 哥伦布与印第安人进行了友好的接触 印第安人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哥伦布一行人 很快哥伦布带着他的船队返回了西班牙 开辟了从欧洲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的航路 哥伦布回到西班牙之后获得了英雄一般的欢迎 西班牙国王宣布哥伦布成为新发现地区的总督 并分给他从殖民地获取的部分的财富 1493年的9月 刚刚回国不久的哥伦布就开始进行第二次横渡大西洋的航行 这次他带领的船队拥有17艘各类的舰船 随船人员包括西班牙王室的人员 牧师 工匠 士兵等等共计1500多人 装备也比第一次要好得多 这次航行的目的是带有侵略性的 船队先后到达了多米尼亚岛 安提瓜岛 维尔经群岛和波多黎各岛 并且在这些地方建立了殖民政府 而哥伦布也成了这些地区的行政长官 1496年的6月 哥伦布才率着船队返回了西班牙 原本哥伦布的计划是做短时间的休整之后 就进行第三次远航探索 但因为其他的事情的耽搁 加之出航之前的准备 直到1498年5月 他率领的船队才从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出发 这次出航的目的就是考察前两次出航时的发现 在印度群岛的南部 看看是否还存在着一块巨大的陆地 7月31日 船队到达了南美洲北部的特里尼达岛和委内瑞拉的帕里亚湾 证实了南美洲的存在 此次发现再次震动了整个欧洲 为了寻找从新大陆通往南海这种航道 当时的南海指的是当时欧洲人对太平洋的称呼 1502年的5月 西班牙国王命令哥伦布再次出航 但是由于中途与印第安人发生了冲突 船只受损 加之哥伦布受到了疾病的困扰 被迫于1503年的6月在亚买加登陆 并宣布占领这一地区 1504年的11月回到了西班牙 至此哥伦布一生当中四次最重要的航行结束 欧洲人确信发现了新的大陆 而哥伦布直到1506年去世 都始终的坚信自己到达的地方就是印度 虽然哥伦布发现的并不是繁荣的地方 甚至这些地方的人还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 但这里拥有丰富的资源和矿藏 自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之后 各类资源和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了西班牙 在当地发现的玉米土豆和甘薯等新作物被引进了欧洲 同时西班牙人还发现了与黄金同样有价值的植物 叫做烟草 自西班牙人将烟草从美洲带回来之后 烟草迅速地在欧洲盛行起来 而西班牙则成了烟草贸易的垄断者 哥伦布曾经非常自豪地说过 能从别人认为是不毛之地的地方挖掘出黄金的人才叫做天才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世界历史当中标志性的重大事件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虽然给美洲地区的土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但客观上也促进了美洲的发展 加速了历史进程 加速了解 感谢观看